颜色取代工具 请各位打开 01单元笔刷工具里头03的项目 颜色取代工具 这里有两张练习的图案 首先我们来看有花朵的这一张 颜色取代工具呢 在我们笔刷工具的第三个项目 它的使用其实跟它的名称差不多 主要也是一样利用到我们的笔头的选项 但是它在笔头的项目上 它一律只能使用圆形的笔头 你可以调整它的尺寸以及它的硬度 但是它不能够选择其他不同外观的笔头 那再来它主要的用途是在于 让你做颜色的一个取代 所以呢在模式这个地方呢 它可以让你做一个选择 你取代的一个方法呢 你是想要用色相的方式取代 或者是颜色本身的饱和度的取代 或者是颜色的替换 或者是明度就是所谓它的一个明暗的一个差异性来做替代 那预设值呢它是以颜色为主 那也是这个取代颜色最主要的项目之一 那依序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基本的操作 比方说我今天如果这个花朵本身呢 我不喜欢它的这一个花瓣的一个颜色 我想要替换掉 那我希望呢把它变换成我所熟悉的或者是喜爱的颜色 比方说我要选择红色 那我在选择红色以后呢 我直接在画面上去修改 我要去涂抹的这个内容 涂抹以后呢 它这个地方呢 就不会像是我们一般用笔刷工具 直接在画面上涂过的一个现象 而是呢 类似于像这个颜色的一个模式的现象 它就会直接把这个花瓣的颜色呢 换成这一种色系 好那这个是基本的操作方式 那它在涂抹的过程呢 是比较直觉性的 而且呢 是要依靠操作者本身 你直接去涂抹到你要的范围 所产生的一个颜色的替换 好这个现象 好那如果说呢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选项列上面 它的预设值呢 是取样的部分 是连续 好 依序呢 还有什么 一次 还有呢 背景色 那这个呢 一次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当你在选择的时候 好那你选定了一个颜色了 那你去涂抹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去做辨别 好那辨别的这个方法呢 它是依靠这个容许度来做辨别的 所以呢 你下笔的第一点 比方说我现在下笔 刚刚下的地点在这里 所以它就依照你当时下笔的这个区域的颜色 它的一个浓淡 以及它的明暗 好在30个像素的一个指定范围内呢 它可以自动的去分辨出来 那你这样涂的过程呢 它就自动分辨哪一些色彩 是属于跟你接近的30个类别 好就用这30个类别的一个范围内去涂抹 好那涂出来有时候呢 你如果明暗生前比较过大的一个现象的图呢 它就没有办法涂得很均匀 那如果是依这张图来看 我选定的这个颜色呢 如果是想要涂抹在这个天空的范围上 那我的容许度目前是30的话 我涂抹的过程呢 大部分的面积上方都可以涂得到 但是呢 你会发现我们的右边涂不到 因为右边的这个彩度 跟辨别的这个颜色的一个范围呢 已经超出了30的容许范围了 所以呢 你只能够涂到这样的一个面积 好所以它适用于一个 比较平均化的一个色彩的部位 好这样的情形下去使用 你也可以考虑把你的容许度提高 这样就可以再去涂抹到 其他还没涂抹到的位置 可以用这样子依序去涂 那它会有一种 类似于保护作用 比方说这一个 花朵本身的地方它就涂不到了 因为它的颜色色本身的一个色差太大 所以它就会有一点类似于保护的功能出现 那这个背景的使用呢 第三个项目 背景色票的使用呢 它的差异性比较没有办法分辨得出来 比方说我今天要把这个颜色呢 直接涂抹在背景方面 它会有一点涵盖在背景里头 去改变色系的意思 但是并不是每一张图都会产生很明显的现象 那以上的这几个项目让各位去做一个参考 那最后这里呢 有一个消除锯齿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当你在涂抹的过程呢 它尽可能让你把这个旁边如果色差变大的区域呢 尽可能让它不要产生锯齿的边缘 当然并不是绝对的 那你会在以后的所有章节 甚至于所有工具里面 经常会看到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就代表说 当你有绘图板的情形下呢 它会有额外的一个 附加压力的一个项目出现 所以你按下去以后呢 它就可以延伸出压力板的功能